哇老师真的如同你的神机预言 法书会前市场上充满了想象空间 充满了想象的气氛 台积电又创新高了 今天盘中最高来到了1075块 距离前高1080块 只差那么一档 而且能把全职股 红海广达台达电日月光 全部带起来了 大盘是上涨了316点 而且量也增温了 4000多亿 可是我刚刚查了一下 又把的好像是吗 我刚刚查了一下 明天台子期结算 外资的空单 期货部分还有3.9万口 还在历史的高档 明天到底会拉高结算 还是会压低结算 其实上个月8月5号 在台子期跌停之后 我就已经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 多头格局已经确定了 大家不用担心 外资空单超过3万口 结果我们一路走来 你会发现 外资空单有减少过吗 没有 一直在3万块 还偶尔看到4万多口 结果台股有跌吗 没有 台股没有跌 台股还是一路向上 稳定的栽创新高 所以明天 所以明天台子期的结算 根本不用担心 重点还是在周四 台积电的法作会 那昨天回答大涨 我认为台积电的法作会 后续到底会涨还是跌 我有新的看法 那另外呢 路股今天又跌了 那路股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旁边上还有哪些强势股值得 大家留意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你追高的股票 我来帮你解决 先解套后赚百万 解套计划持续进行中 欢迎加入我的LINE 小老鼠GD1788 不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 都是表股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三名的投资经验 都能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訂閱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T 我以為你要說 中共武力演習 12小時結束 結束了 對不對 昨天早上6點發新聞稿 昨天傍晚6點再發新聞稿 OK 結束了 其實我昨天就跟大家分享 你會發現 市場對於同樣的事情 不斷不斷的再發生 都無感無感 中共演習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昨天一大早有沒有 昨天一大早就跟大家分享 我在LINE跟大家分享 你看8點52分開盤了嗎 還沒 還沒開盤 我就跟大家分享 股市對於已經發過 已經發生過的事件影響很小 所以我預期台股啊 不會受到這個影響 過頭格局不變 你看一下這幾天 是不是持續的向上再創新高 對 那昨天我是跟大家講說 區間震盪不會走空 對吧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突破了區間 而且站上了2萬3 站上了2萬3 那其實我們常幫大家畫區間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沒有突破區間 他就會在區間裡頭 持續震盪等待什麼 新的契機突破先高 但是如果說呢 他真的突破了 短線上我們就要把什麼 2萬3千點 視為新的支撐線 通常來講 技術分析是這樣的 好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來講 觀察重點就在於 明天後天 他有沒有辦法穩穩的 站在2萬3千點之上 如果他有辦法站在2萬3千點之上的話 2萬3很有可能就變成了一個新的底部 地板 對新的地板 那大家就不用擔心 台股就是2萬3震盪走高 準備挑戰歷史新高 那所以呢 416 其實我在我們的LINE上面 有很多時候會有突發性的狀況 我都會立刻用LINE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看一下像昨天的事件是不是突發的 對 昨天前天晚上有人知道中共要演習嗎 沒有啊 是早上突然發的 我早上馬上就發給大家 跟大家講說不用擔心 結果還是有人 不小心會手抖一下 是不是 好 那所以呢我們的LINE真的很重要 小老鼠GD1788 沒加的趕快加喔 還沒加的趕快加 那加下去的時候 有些人會在我那個Youtuber下面留言 我都很歡迎大家留言 那有些人 欸你看我在看到有一個人說我耍寶 其實我那麼想耍寶嗎 我那麼像喜歡耍寶的分析師嗎 欸你看你也很神是 欸可是我說真的喔 我是認識基鼎老師之後啊 我才深刻的了解到 其實想股票 講投資分析這些東西 教學這些東西 其實不一定要很嚴肅欸 對啊 你看還是有人感謝我的盤錢LINE 代表說什麼 他看到我LINE之後 可能就是穩定均心了 真的 就沒有亂賣掉 沒有亂手抖一下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 雖然說我看起來喔很耍寶 但是呢 我們還是跟大家有分析到真的股票的一些內容 對不對 我每天都跟大家分享 你要看總計面 基本面 技術面跟產業面 沒有錯嘛 像我們以昨天來講 我們是跟大家分享說 你看一下以色列對不對 他被那個真主黨無人機襲擊了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說欸 以色列通常來講 他一定會報復的 沒錯 那他如果報復下去的話 中東的問題結束了嗎 沒有 一定沒有 那既然中東的一個問題沒有結束的話 對油價是利多還是利空 利空 絕對是利多 中東很亂 那油價不是會上漲嗎 利多 你搞錯了 對通膨是利空 對 那對油價來講 我剛剛講是對油價 對油價來講是利多 對不對 但是你又發現 油價的利多 油價有沒有大漲 國際原油有沒有大漲 沒有 沒有所以你看一下昨天 是不是我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認為啊 這個原油他告訴我們 他想要幹嘛 他想要下跌 他想要往下跌 為什麼 因為利多他都不漲啊 那他後續繼續往下跌的幾率 就很高了 所以果不其然 你看一下 今天就真的跌了兩三趴 而且那個以色列有說話 以色列說 他不會攻打伊朗的石油設施 你先破我的梗欸 因為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你會發現股價他會說話 那股價說完話之後 欸就會有事件發生 了解意思嗎 其實從我們這個 破梗這樣的狀況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我們沒有套好燒 對 對不對 完全是自然真情的流露 所以我每次叮他 都是叮真的 對 而且我每次爆料也都爆真的 所以我昨天回家的時候 有特別跪了一個算盤 跪很久 難怪我今天看他膝蓋不太對勁 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嗎 平常我太啊 他都不太會看我節目 是 就昨天不知道為什麼 心血來潮給他看下去 然後昨天基林老師剛好在說 那個你知道嗎 談戀愛的時候都不知道 有沒有 談戀愛的時候都嘛 是開開心心的 對不對 就是很美好 你確定你今天還要再講嗎 但是他有可能會再看喔 我覺得其實晚上打呼 也是一種甜蜜的一些負擔 對不對 好啦 可是真的是結婚之後就要包容 對啦 對不對 你講的好像你也很包容 好啦 我包容你每次都自己吃啊 也沒有給我啊 有人在一直抗議好不好 會想我掉在地上的草莓啊 不過師母你可以偷偷告訴我 吃醬 基林老師睡覺會不會打呼 搞不好你呼的更大聲 偶爾 偶爾 太累的時候了 好這不可否認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台股了 我們來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為什麼講到原油 因為你看一下原油是不是往下跌 就代表通膨受到控制 對 通膨受到控制連準會有沒有機會 持續性的降息 當然有 有機會持續性的降息的話 你看一下美股 美股昨天是不是就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為什麼我每天在幫大家看原油 不是很無聊在看原油 我們在掌控通膨的狀況 因為你要知道 股票就是有錢它就會漲 你先不用管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有的是反應比較後面 對不對 有錢通常來講股市就會先漲 好 所以呢你要掌握一下 如果說央行能持續性的放錢 那對股市絕對是重大的利多 大利多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現在通膨有沒有持續性的受到控制 有 通膨只要受到控制 對股市都是利多 所以就不用擔心了 好所以你看一下 美股 到前後創新高了 那既然美股再創新高 你認為台股還有走空的疑慮嗎 沒有 沒有 那就是看多頭 多頭的話看你怎麼做 你是要追高 還是要跌下來買 好那你要怎麼做 可能賺比較多 對 或者是選股的部分 你要選哪一檔股票 比較有機會上漲 這才是你現在的問題 而不是一直在去思考說 多頭還是空頭 多還是空 多還是空 不用懷疑 現在就是多 你看一下我那時候跟大家分享 經濟好股市漲 經濟不好 廢的會降息 那股市繼續漲 對不對 那就跟現在入股差不多 入股的話是反過來 入股經濟是絕對不好 入股經濟絕對不好 那他們就在等放錢 他們放錢放到一個量的時候 股市遲早會噴住 老師那我問一下 昨天有一些利多釋出 所以昨天的入股有上漲 今天又跌了 是不是代表 入股他說錢不夠 刺激不夠 坦白說就是刺激不夠 他還需要更多的刺激刺激刺激 因為經濟真的很差 已經快要你知道嗎 沒有心跳了 對 然後要那個強心增 對 好所以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先看台股 因為台股跟美股聯動性比較高 比較大 入股現在跟全球股是 是脫鉤的 比較沒有聯動性 所以呢我覺得其實 你看一下今天如果漲 就是台股啊 美股啊 漲比較多的話 也許你去買一些低位階的 入股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選擇啊 逢低接啊 逢低慢慢的買 那逢低慢慢來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以就是債券來講 債券之前跟大家分享嘛 其實我沒有看空債券 那我最近看到有一些留言 就是想說 他就說啊老師我想要買 入股ETF 那他的意思有點是想要把 美債賣掉換 入股ETF 那我或者是你把美債賣掉去換股票 那其實我現在真心的建議 已經跌那麼深了 我真的建議現在不要做這個動作 好不好 因為你現在做這個動作的話 萬一你一出 結果他又彈起來 彈起來 然後你去追高股票有沒有 不管你是追高什麼 比如說你去追那種 即將要噴出的股票 對不對 那你追這種噴出的股票呢 你從債券轉到這邊來 結果這邊又持續的往下跌 那你不是 兩頭空 兩頭空 賠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我真心的不建議 現在大家把美債賣掉 跑去換 不管你要換入股ETF 還是你要換台股的相關的股票 或ETF 我都不建議 那除非你真的非常有把握 就是你要換過去的股票 你要換過去的ETF 就是準備要噴出 否則我都不建議 了解意思嗎 了解 要不然就是續爆會比較好 那再來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說 今天台股為什麼會這樣上漲 因為輝達 輝達漲 台積電就漲 他的ADR已經創歷史高了 ADR 台積電ADR已經創歷史高了 那輝達呢 也是創歷史高了 對 所以這兩個好兄弟嘛 都創歷史高了 那後續當然是有機會持續向上漲 那就像我跟大家分享的 台積電法說會前 對吧 那市場都有一個想像空間 那真的法說會過後 我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的經驗都是 欸法說會如果是前面 都是比較強化法說會後 如果市場不如預期 下跌修正的機率會比較大 你給市場的驚喜不夠的話 給市場就好像路股嘛 你一直那個在那個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 在那個路股在修飾期間 大家就想說路股會多噴 一直去開戶喔 一直去開戶喔 哇這個這個不得了很熱 很熱所以呢 全球其他國家的路股ETF 坦白說在路股修飾的期間 全面的噴出 對 結果路股真的開盤了 就跟著路股一起往下修正 結果現在就等著救 對吧 好所以呢 一樣的道理 股市都是用想像力的 如果缺乏想像力 或者想像已經打開來了 為什麼 講到什麼我太太什麼的那個 有沒有 晚上 晚上啊算了不要再講了 沒有其實你就看喔 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若隱若現最美 若隱若現是最美的 當你真的去接觸 真的已經揭開這個謎底的時候呢 欸你就覺得欸好像也沒什麼 對 不夠驚喜 到手的都不在意 都不珍惜 對 我跟你講得不到的永遠最美 欸欸欸 看不到的永遠 我是有什麼秘密被你發現嗎 應該沒有吧 沒有因為就是 還是我自己霸掉了 沒有 你可能說夢話 好 師母告訴我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是不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說 呃你現在手上如果有台積電的話 對啊 那一樣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啊 如果你是追比較高的 比如說你追在一千塊以上 我現在就已經講了 一千塊以上好不好 一千塊以上 明天 後天 如果說台積電沒有辦法創歷史高 我還是會建議你賣掉你的持股 獲利了解 你是追在一千塊以上的喔 好一千塊 那如果你是一千塊以下 九百塊左右 或者是九百塊左右以下 嗯 九百五以下好了 嗯 那我會建議你續報啊 好 對啊 那也就是一千塊跟九百五 因為假設嘛 這為什麼其實有些時候 投資很多人都喜歡問我問題啊 老師 台積電還可以續報嗎 老師 廣達還可以買嗎 其實你不覺得你這樣子問這個問題 是有點太過簡單了 其實投資有那麼簡單嗎 沒有 你當然可以續報啊 台積電你買了一千五十塊 一千零五十塊你也可以續報啊 重點是 台積電這個問題 最近在我們的那個YT留言板 越來越多人問囉 對那重點是什麼 你在一千零五十塊經常買進 好那結果呢 他漲到一千零八十塊 法說會過後回測一千塊 你心裡好不好受 不好受 那回測一千塊不打緊啊 那再假設回測到九百八九百五 我很難過 你會不會很難過 會 那你很難過會不會不小心說 我覺得台積電沒救了 會 會一直在往下跌 然後你就開始 自己嚇自己 很恐慌 然後你把他砍掉了 你把他砍掉之後呢 你看九百五說不定震盪打個底之後 又往上走 又再創一個歷史新高 有沒有可能 有啊 我覺得一樣的歷史好像在我的股市人生當中 不斷重複上演 對那反過來呢 如果你是在九百五以下買進的 對不對你高檔你不管怎麼震 你是不是都賺錢 對那你都賺錢的話大不了就怎樣 賣垮啊 反正我心裡有個底啊 我都賺錢的我幹嘛害怕 我不用擔心啊 我不用理他啊 所以我的看法還是一樣的 假設你是在一千塊以上追價進場買的台積電 我認為台積電總不可能每天都漲不停 他一定有回檔的機會可以讓你進場去做追 不要說追價 進漲就是回檔讓你去逢低去做承接 對我覺得你那個時候再去買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再來呢 因為台積電上漲嘛 輝達上漲 那現在這一波來講的話 很明顯都在漲什麼 AI嘛 那AI伺服器的話又全面起來 比如說像鴻海部分 我前幾天跟大家講說 200塊大家觀察一下 如果沒突破的話就要出掉 那今天突破了 那當然是不出了 對不對 今天突破的話你就當然是續爆持股 而且呢今天突破的話是整個都突破 把呢廣達也突破了 那偽創呢目前也來突破了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來講 AI伺服器已經其實已經整理很久了 應該是族群性就是有出來的 所以我認為這類股族群呢 大家就可以持續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只是一檔突破 所以我之前為什麼比較懷疑 因為只有那個鴻海突破嘛 那廣達都沒突破 偽創之前也沒突破 那現在廣達鴻海偽創 統統都突破了 所以我覺得AI伺服器啊 過去打底打了很久 也許這一波是蠻有機會的 大家可以去持續留意一下 那當然AI伺服器除了這幾檔之外 還有一檔以前也是很飆的 那也是休息很久了 休息到大家都對他沒信心了 那就是技嘉 那技嘉的部分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嘛 你看技嘉是不是穩定向上 一樣啊 前波高點是不是準備要突破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的話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技嘉的部分 那當然還有什麼底部的AI伺服器 當然就是圍影啊 因為圍影的話 它是從偽創分出來的 那它是最純的AI伺服器 它的營收幾乎百分之百都是來自AI伺服器 對 不是幾乎 就是百 它有背AI的伺服器 那很少很少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它的營收的部分 營收的部分 它是不是持續再創新高 對 對不對 那每股盈餘的話 我昨天跟大家算過了 上半年賺了53.77塊 上半年營收有很高嗎 上半年營收沒有下半年高耶 對不對 上半年營收沒有下半年高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很合理的推論 下半年獲利會比上半年來更好 沒問題的 沒有問題吧 所以上半年能賺53塊 下半年至少也可以賺53塊以上 所以全年100塊沒問題 100塊還保守估計 至少106塊以上 110塊可能都可以達到 那你看這麼高的每股盈餘 它的股價部分 還在2000塊下面震啊震 那今天為什麼漲不上去 就2000塊整數關卡啊 那它說不定震一震又會上去 因為現在我們剛剛算過了 它的一個每股盈餘超過100塊 你去算它本益比不到20倍 不到20倍那不就相對非常便宜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微影 還是值得大家持續留意的一檔股票 除了微影之外 我昨天還跟大家分享一檔什麼股票 旺系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說 微影跟旺系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旺系 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說 這有一個WD 對 我教過大家KDD 又好久沒教了有沒有 KD很低 有沒有比前波的KDD更低 有哦你看一下 KD比前波的低點更低 但是股價有沒有更低 沒有 這就形成一個WD 所以你看今天是不是也突破了前高 你看我幫大家找的股票 都是還沒突破 準備要突破的股票 而不是突破大漲停 然後你要買也買不到 真的買到了 就開始往下跌 對吧 所以你看一下旺系的部分 都探真卡的 當然也值得大家留意 因為它跟輝達也是有相關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有沒有進場 我們當然有進場 你看今天直接恭喜會員 旺系今天大漲8% 一度大漲8% 所以你看是不是突破新高 那突破新高的話 這幾天就有機會震盪之後再去走高 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旺系 我們這邊的話 會有 而且呢 我不追高了 我就持續續報 等獲利 除了旺系之外 現在大家都在找跟輝達有關的股票 還有哪些可以值得留意 重點是什麼 還沒突破還沒漲停的 有機會進場的 我認為還有一檔大家還可以留意 就是聯發科 發哥 發哥 對 聯發科你看一下 他在1000塊整數關卡附近震啊震 我覺得也蠻有機會突破1300的 那他跟輝達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嗎 聯發科他本身做什麼 做手機晶片 他做手機晶片的 其實你會發現現在啊 很多手機晶片廠都在跨到哪裡去了 電腦 電腦 比如說像高通 高通他是不是 除了手機晶片 連發科最大的競爭對手之外 他現在已經進軍了什麼 電腦 的那個CPU 電腦的CPU 電腦的CPU 因為最新最新的微軟的筆電 他用的就是高通的CPU 小龍X 蕭龍X 他已經去微軟那邊了耶 對 那也就是說聯發科 他未來會不會想推出自己的 電腦的CPU 會 會 那好 所以聯發科他本身有做CPU的經驗 但是 回答 他過去都是做什麼的 他過去都是做顯卡 版卡 那主要就是 如果是打一般電玩玩家 對不對 或者是你要挖礦 就可以用顯卡增加你的效率 對 但他沒有做CPU的經驗 所以 現在你會發現 今天報紙就傳出來了 揮打 跟聯發科 他們要合作 去做什麼 AIPC AIPC的CPU 就是晶片 用ON架構做的 所以我認為 揮打未來跟聯發科 一起推出晶片的話 那就有機會 會帶動聯發科出現 細細波的成長 對 那我說過 現在他事情發生嗎 還沒 那是不是有想像空間 對 有想像空間的話 就有機會 拉動股價 再次向上 而且我覺得聯發科 他股價 也表現得不錯 緩步向上墊高 當然所有的全值股 剛剛大家看到的什麼 同海 廣達 對不對 統統都突破前高壓力了 那你說聯發科 會沒機會嗎 當然會 我覺得當然是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聯發科 也值得大家留意 但這些股票 你會發現 什麼聯發科 旺系 微銀 好像有點大隻 大家聽到就覺得 實際有沒有便宜一點的 有啦 有便宜一點的 我們這檔之前跟他講很久了 GP200供應鏈 那一樣 他的營收 也是持續向上再創新高 那我們就知道 昨天回答為什麼 創立是高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 BlackWare GB200 未來一年的 全部賣光了 未來12個月的產量 全部賣光光 那你說 對於這一檔來講 有沒有機會收費 當然有啊 而且有沒有實際上的實質 實際上的呈現出來 營收已經進來了 營收都已經進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股票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我們當然也帶會員 持續的進場去做佈局 如果想要佈局的話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來佈局 好 那再來的部分呢 我跟大家分享 有些時候啊 不要太過度追高 因為有些時候 你過度追高的話 會出現反轉的吉祥 要留意 你看一下 以達星材料來講 今天突然跌停 那你看一下這幾天表現 這幾天表現很正常啊 都高檔震盪打底 準備要再上的感覺 那為什麼突然拉肚子呢 突然就拉肚子 因為長得太多了 然後呢 籌碼太過於凌亂 忽然就殺一根了 那這就是我講的 有沒有 你看一下 他之前有沒有 關緊閉之後呢 好像 準備要向上 就一打開好像 大家就想要急著出場 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說 有些時候你去追高的股票 要留意要小心 那你手上已經有賺錢 比較高的股票 如果出現在整數關卡附近 漲不上去的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 要獲利了結 你不要想說 我說獲利了結 再漲怎麼辦 再找 至少你獲利先進口袋了 對啊 再漲你去找其他股票嘛 對不對 而且你看一下 這250已經給他幾天了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四天 四天了 那如果說呢 你是在哪裡 高檔高位階 高檔高位階 進場買的 當然就像我們剛講的台積電一樣 對不對 你先出場 那萬一他後續回檔修正 到你的成本之下 你會很痛苦 了解意思嗎 當然你如果成本非常非常低 當然就不用管那個短線的波動 了解我意思嗎 那當然呢 同樣的 你看CPU最近漲很多 那很多人都去追什麼 CPU相關股票 包含印太啊 你看一下 這幾天好像也漲不太上去 聯亞是之前最強的 今天直接跌停 你看一下 這一根多麼的漂亮 突破前高 對吧 有很多人追在這一根 結果今天 哇 對吧 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不要太過度去追高 比如說像連光通也是一樣 就是在高檔有點震盪 那有震盪你先賣掉 至少先獲利入袋是比較好的嘛 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說 很多啊 就是CPU相關股票 我會比較擔心說 漲很多了 比如說 枪重達 昨天本來也表現的不錯 今天突然又開高走低震盪 那這兩天如果說130 125都過不去的話 當然建議啊 還是先出一出會比較好 老師我有問題 嗯 今天有很多CPU的股票都是開高走低 對 甚至像之前很強的聯亞都趴趴熊 那這就是我講到的就是 其實你看類股族群會不斷的輪動 我們要不斷的追流行 我們那個渣在哪裡 渣在一個字裡 渣 就是說你要不斷去找新的族群 要懂得換 你要去換 因為當一個族群已經長了 一兩個月 甚至兩三個月的時候 因為CPU坦白說 我覺得有長了兩三個月了 有長兩三個月的話 你看題材一直吵 一直吵 它會老化 它會鈍化 那你還在去做的話 我覺得相較來講 會比較不安全 所以就好像 我們之前在做COAS的時候 你看 君豪君華 要不要看一下君豪君華 其實君豪君華的話 君豪我們看一下君豪就好了 好不好 君豪你看 是不是持續的破底 那如果呢 你不要看今天的破底 你之前看一下 這邊打底打得很漂亮 而且一根紅棒好像要突破前高 你單純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這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那應該要進場去做追降 進場之後呢 進場之後你看 後續就持續的往下跌 對吧 那你看一下為什麼我們都沒有進場 就是因為我知道這個道理 就是說我認為 漲了很久 又漲了很多的股票 比如說我們COAS那時候做最好的 不就是君華嗎 對 大賺 對不對 大賺超過一百二十八 那你看它也是漲了大概三個月 你看 很明顯了吧 一個類股族群最多就是三個月 所以談戀愛也只能談三個月 半年了 聽說了 好 那重點就是大概三個月你就要換一輪 那如果大概兩個月多月 你發現一個題材已經炒了兩個多月 快要三個月的話 你一定要留意這個題材 有沒有辦法持續性的下去 那現在來講的話我覺得 AI題材還是比較好 因為它休息很久 對 休息很久 休息到大家都沒信心了 我現在叫你去買技嘉 你敢不敢 不敢 從三百塊跌爆了對不對 那所以呢 很多人微銀也不敢買啊 從三千塊跌到兩千塊不到 因為他們睡太久了 對他們睡很久 睡到大家都沒信心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說 現在的話也許大家注意 AI相關伺服器的股票會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入股的部分 入股的話你看一下 00887被金管會頂上了 白花球 為什麼 因為 溢價太大了 它的溢價竟然可以超過80 甚至是100% 那金管會就限了 就說你永鋒投信 你要去處理這個溢價的問題 那永鋒投信 主管機關獎的話 他那不遵從嗎 當然要遵從 他要遵從的話 那你看一下他的那個股價當然是下趴了 因為他的溢價差還是非常的大 他現在已經不到10塊了吧 對 已經不到10塊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 ETF是怎麼樣回復他的禁值 就是市價跟禁值是如何貼近的 我們今天就不再講了 那你看我們每天幫大家整理的表格有沒有 其實我都有寫出來 你看10月14號 10月14號是昨天 昨天我還在更新 其實我覺得我這張表格已經沒有 沒有再次更新的一個必要性 因為現在很多的這個入股的ETF 你看到他折議價其實都已經 回到基本的水準 我們所有的ETF的部分你看一下 幾乎都是1%2%1%1%0點多 對不對 只有這一檔比較怪的27%是誰 就是00887 你看一下00887的議價是比較大 其他都是1%2% 其實1%2%都是合理的誤差範圍 甚至是3% 因為永鋒投信他都講了 我們會盡力把議價差 控制在3%以內 也就是說 折議價在3%以內都是合理 都是正常的 可接受 只要不要議價差 或折價折的太大 比如算要27%100% 那我認為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看一下現在最大的問題 只有這一檔 00887 但是我認為已經解決了也差不多了 因為你看一下又繼續大跌 今天又暴跌了個15% 對 所以這種議價差太高的股票 應該叫做ETF 不建議大家進場去追價 因為ETF跟股票哪裡不一樣你知道嗎 股票是靠想像 ETF是扎扎實實的有對價 不是對價 是去看進值的 進值怎麼算的 就是看股價 你這樣股票就是標不起來 就是漲不起來 你ETF就是漲不起來 了解意思嗎 股票是看想像的 ETF就是要看扎扎實實 你手上的成分股到底有沒有漲 其實這觀念 我之前在00940上市的時候 就有跟大家分享 對 我告訴大家我那時候說 你不需要急著去申購 因為你急著去申購 他的他買的成分股沒有大漲 你也不會因為你申購之後馬上有沒有 上市以後就變成大漲 940就飆出去沒有 不會 因為他還是跟著他的成分股 而就是上漲而上漲 如果他買的成分股沒有漲 那我告訴大家 這檔ETF也不會動 也不會動 你就算你及早去申購 他也不會動 好所以現在重點來了 這個永鋒 或者是我們這些入股的ETF 後續到底會不會漲 其實重點在哪裡 要去看他的本尊 本尊入股 也就是入股也沒有機會持續性的上漲 你看入股的部分 其實看起來 以滬升300指數看起來 還在這邊底部的附近 我覺得在震盪打底當中 但還不夠強 今天還是有一些賣壓 那有賣壓後續會怎麼樣呢 我覺得還是比較偏多看待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你看一下中國已經實質上出現了通貨緊縮 那通貨緊縮的話我們不是說了嗎 央行放錢就把錢放出去 那央行放錢他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們聯準會不是我們 是美國聯準會 美國聯準會他一直在看的就是通膨數據 對 那他為什麼要看通膨數據 因為他如果太早降行 市場上的資金是變多 那市場上的資金變多的話 通膨又上去 物價會上漲 物價會上漲的話 我們買東西會變貴 那大家會很痛苦 那現在中國是怎樣 通縮一直在通縮 物價一直在往下滑 那他們多放一點錢會怎麼樣 放下去消費 消費 然後物價上來一點點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嗎 便當從80塊跌到30塊 從30塊漲到50塊 大家還能接受 只要你有賺錢 對 那現在是大家手上都沒錢 沒有賺錢 失業率很高 那所以呢 大陸現在是實質性的通縮經濟很差 那現在他們就是要放錢 放錢 刺激消費 刺激消費 所以他們放錢是沒有問題的 造成一點什麼 把通縮拉起來一點點 因為通縮會造成經濟實際上的不好 對 所以你看一下 9月進出口好不好不好 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 中國大陸的經濟就是不好 他們我認為會持續的放錢 救經濟 好 那現在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操作 好不好 就算我看多 也不能隨便無腦進場 就像我剛剛講的台積電一樣 對不對 台積電 我是不是建議大家 1000塊以上在法說會之前 可以 可以先賣 對 這就是一個操作策略 那以中信中國高股息 或者是我們 我們就以那個什麼 2X嗎 不是 護身300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認為 他應該是在這邊震盪是最好的 這邊震盪打底之後 他就有機會再創新高 這是最比較 比較讓人家舒服的一點走法 那他比較不舒服一點的走法 我認為是跌破支撐 跌破支撐之後會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會有恐慌賣壓 會有恐慌的賣壓 所以才會跌破啊 跌破支撐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告訴大家政府就會出來再救市 他會絕對會釋出全新的方案 再救 救到什麼時候 救到漲起來為止 了解意思嗎 所以以現在的操作來講呢 你就要分幾塊 第一個 你這邊可以持續持有一些部位 跌下來的時候呢 那你要怎樣 要有資金可以加滿 所以你在這上面 你要不要買好買滿 不要 不要買好買滿 了解意思嗎 你不要買好買滿 萬一跌破了 你沒有錢可以加碼 你就沒有錢可以加碼 但是如果你有錢的話跌破 你還會有點開心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買更多 你可以買更便宜 然後下次漲起來 可以賺更多 了解意思嗎 你可以整體把你的平均成本 再壓低 因為沒有人能抓到最低點嘛 那當然是逢低持續的買進 可是老師有說慢慢買喔 慢慢買 所以現在這一波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你有部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千萬不要中壓 好如果跌破 你就是等他救世方案出來 救世方案出來之後 你在看狀況 要不要進場 了解意思嗎 所以跌破不能馬上進場 要看大陸官方的反應 對 然後再來呢 你持有一些部位之後呢 來他震盪走高的時候呢 你要在一個關鍵點位 快要突破新高的時候呢 再全部加碼 all in下去 你衝上去的時候就會賺最多 所以我覺得操作入股還是要有策略性的 最好跟有經驗的人 對如果你不會操作的話 我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操作 因為其實這一波來講的話 我最早是講入股一貼服 而且我是預告我要賺百萬在8月26號 對 那8月26號之後你看到今天 到上個星期 10月初 才多久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一點點 其實我那時候進場的時候 你看一下 其實那時候進場到後續還有持續往下滴一些 而且那個時候進場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粉絲我們的會員都有質疑耶 他說老師路股很爛耶 對 好所以呢你看一下 我那時候默默的 安靜的 常常吃三花公飯 對不對 是這樣講嗎 通常我們只講說常常吃三花公 沒有那個飯 好不重要 那你看一下我再沒有講的時候 我就持續慢慢布局慢慢布局 然後他就衝上去 我就大賺百萬 你看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百萬人家我賺了給你看 而且我說什麼 我賺百萬我要賺一支樓雷給大家看 真的賺到了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的夢想 就是買錶買房買車嘛 但你要我三五百萬賺到一台車 有點難嘛 三五百萬賺一台房子 也是有點難嘛 有點難啦 對啊因為我已經限制住我的資金了 當然我全力重壓的話 我壓個幾千塊 當然是就可以了嘛對不對 但我沒有全力重壓啊 我就因為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用三五百萬也可以賺百萬 但你有幾千萬就可以賺更多嘛 對不對你看一下我們是不是實質嘛 支付附身二X 中信中國高股息 是不是一百七十萬 是不是扎扎實實的賺到 所以你看一下 是不是這兩黨標的 我們獲利了結嘛 所以你看一下 現在的美股台股都持續向上漲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逢低買賺比較多 還是高檔追賺比較多 當然逢低買賺比較多 所以這一波如果你也想跟我們一起操作 入股ETF的話 我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百萬一家跟我賺 第二波 就應該是第三波了 了解意思嗎 只是我跟大家講說 我在台股操作的第二波 對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想跟我們一起操作的話 我跟大家講 我預告我Q4會再賺一次百萬 你就跟著我一起賺就對了 那當然在這一段空窗期 我坦白說啊 入股現在以現在狀況看起來 不會馬上的向上噴出 所以要等待 在等待的期間我會用一些資金呢 我會再去看一些台股的部分 那台股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今天除了AI伺服器之外 工具機機器人表現也相當不錯 龍澤哥漲停了 你看一下龍澤哥漲停了 那連側的部分也漲停了 表現得非常不錯 那上銀的部分已經突破之前的高點 我覺得呢 上銀是工具機大廠 他做傳動元件的 那他子公司的部分大銀為系統 也是一樣 線性馬達也是切入機器人 他們就是母子公司一起去參加機器展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你看一下大銀為系統的部分 今天也是工漲停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來講 還可以留意的就是 除了AI伺服器之外 還有工具機跟機器人 它震盪過後 應該是要再創新高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整理 應該是整理的差不多完畢了 這一波大家就不用再去追什麼 COAS CPU COAS CPU 等到他們整理完了 我們再來進場會比較好 所以你看一下 雅德克的部分 其實他也是工具機的 那他你看表現也非常不錯 震盪也是準備要向上走高 我覺得這些股票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我也歡迎大家 你看一下 百萬人家才能幫大家創造百萬 我不是第一次賺百萬給大家 今年已經賺兩次給大家看了有沒有 第一次是入股 第一次是美股 第二次是入股 那我現在要再做一次台灣的ETF 來賺給大家看 你看一下我們團隊成員 也都是有獲利百萬的目標 一個一個都達成了 所以這一波你真的今年都沒賺到的話 幫自己賺出一個新夢想吧 年底過年就快到了 好不好 過年來講包一個紅包 包一個大的紅包給爸媽 然後也請大家一起吃飯 不是很開心嗎 所以我現在歡迎大家 可以跟上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賺百萬 立刻行動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馬上加入 跟上基鼎老師 百萬贏家獲利腳步 基鼎老師在3月8月都各賺百萬 那麼他說 我在第四季還要再賺一次百萬 讓大家一起實現心中的夢想 所以百萬贏家 跟著G鼎老師賺 是實現你夢想唯一的選擇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立刻加入或者是撥打免付費的專線電話 0800-66-8085 0800-66-8085 下一個百萬贏家就是你喔 無論是好股還是快股 找到好買點 歐式標準 我是何姬鼎 超過20名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 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T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問